唐朝的旁运巨死 那是表演给大家看 只为了一句话 把这一句话传下去 他就做这个动作 把他家里财产全部卖掉 装在一条船上 船滑到长江当中 底下砸个洞 沉下去 有人就问他了 你这么多财宝 你不要了 你拿去做这好事 不是给人不是好吗 为什么把它沉到江底下去 他说了一句话 就是他要说的 好事不如无事 还要操心 无事不操心 我们也不必学 旁居死 学他的那个理念 精神 不放在心上 就没死了 如果你把他丢到 江里丢到大海里去了 丢了之后还怀念 你还是要死 还是没完没了 最重要的是 心里都不然了 是不是我的 身体都不是我的 哪一样是我的 经上讲了 变法界虚空界格 我是一体 哪一样不是我的 一定要把这个道理 搞清楚 搞明白 心里都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日常生活的就是磨练 练什么呢 就是练放下 真放下了 痕迹也不足 搞明白 思伤随遍 心里不足 虽然什么都好 那叫我干什么 就干什么 人越傻越好 越糊涂越好 难得糊涂 虽傻人又傻死 不是坏事 人不要太精明 不要太能干 这能得多劳 他比别人辛苦 他比别人辛苦 所以 修净 修净土的 岁月 遇到好事 大家分享 不要专想 这种行持 能帮助别人脱开心量 因为人都自私自利 处处是为人想 不是为自己想 我这个做法 对众生有利益 对大家有好处 带与往生 带书业 不再经营 书业 没有完全消掉 但是 照阿弥陀佛的愿力 持民的功德 名号功德 不可思议 所以 可以待业 往生 不跟 不去 我们照着有三窝道的罪 可以 不受三窝道的果报 就发生了 感谢观看